歡迎來到聚寶格的頻道 我是咕咕 我們今天來介紹牌組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說有時候組牌組太貴 然後又是不喜歡的角色呢 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副非常熱門的寶可夢 那就是我們的路卡莉喔 再加上他的牌組非常的便宜 可是打起來卻非常有樂趣 也可以打出超高傷害 事不宜遲讓我們進入單卡介紹 我們介紹寶可夢部分 利歐路四張 他的進化型也是我們這牌組的主角 路卡利歐四張 他的特性呢 是在這隻寶可夢身上放兩個指示物 可以從牌庫找一顆鬥能量填在這隻身上 那我們最好的情況下是 比如說先攻回合我們填一顆鬥能在利歐路身上 下一個回合進化路卡利歐的時候 利用手填加特性 我們就可以打出190的傷害 再加個腰帶 可以輕鬆在進化第一回合 就打出220的高傷害 接下來小人牌 實用卡 大牙梨 三張 那最主要就是我們熟悉的 大尾梨 三張 一回合可使用一次 把第二手牌補到五張 那因為是小人牌 我們最怕的還是穿傷的部分 所以 菲尤娜 一張 接下來物品方面 高級球 四張超級球 四張N級球 四張普通吊桿 兩張 那我們很依賴陸卡利歐 所以當 陸卡利歐不夠 或者是卡獎力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掉桿 把陸卡利歐救回牌主理 寶可夢交替 四張 能量回收器 一張 那這張呢就是怕我們能量掉太多 在過程空下 可以洗五張 回牌褲 研究腰帶 兩張 非常的實用 最理想的情況下是 我們 只要簡單的兩顆 再夾一個腰帶 就可以把 阿爾宙斯Vista 輕鬆的帶走 支援者部分 西加納絕心兩張 它的效果是丟兩張牌 都與對手廠商相同數量寶可夢的卡 老大的指令 兩張 博士研究 四張 小籃牌必放的卡 竹籃的霸氣 四張 在如果手上支援很多的情況下 不想用博士研究氣調的話 最好還是使用竹籃的霸氣 一方面留資源 二來它可以補到巴掌 能量部分 我們總共放了基本鬥能量12顆 可是因為路卡利歐的特性 是只能找基本鬥能量填在身上 這部牌在應對上面呢 在養出高傷害之前 最好還是以其他怪在前面先頂一下 然後在後台養路卡利歐 方向的話 最好我們會以33拿 或者是222獎勵卡去完成勝利 那今天的牌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想看更多的牌組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也可以上我們官方的LINE AT 我們會有專人為您服務 對這副牌組有興趣的朋友呢 也歡迎上我們聚寶格官網 下巡 我是咕咕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